我记得在2011年的时候有个歌手叫阿朵 伤害险 意外伤害险是对你身体的全部来平衡你的安全的健康指标 不是说针对某一部分 这日他才发现中国保险行业存在着这方面的缺失 而在西方国家很多老早就开始有了这份保险 最早应该追溯到80年前 就是电视当时电影正处在末片时代 有个末片的电影明星叫土耳平 是个喜剧明星 他长了一双斗鸡眼特别滑稽 他为这双斗鸡眼保险了是16400英镑 这在80年前这是个很大的数字 他为什么要说我要没这斗鸡眼不可乐了 我就接不到这么多演出合同 所以他每次在这个演出结束之后呢 因为经常他有一些动作戏啊 我得看看这斗鸡眼是不是给我打没了 如果对镜的一看不是斗鸡眼了 找办公司索赔 所以到后来有很多这个明星呢 也纷纷走上这条路 说我也为我的身体保险 因为毕竟我指着吃饭 当然保的不是千七百怪 你看咱们粗略数一下 有这个保脸的 你看金城武就保过脸 漂亮吗 还有的保腿的 有一个名模特别有意思 他两条腿呢 头保呢 这个202万美元 左腿呢是102万 右腿是100万 为啥 右腿那有个疤痕 你听起来就跟卖古董 是到当铺时的 这个古董上面有个圈 这有个味就少值点 和那个差不多 还有的 比方林志玲 人家头保是自己的胸部 要维持自己身材 那个拉丁的歌后 詹尼弗洛佩兹 就巴西世界杯 开场唱歌的 保自己臀部 保单是多少 3亿5000万美元 这是世界纪录 那个大嘴的这个女演员 朱利亚罗伯茨 一口白羊 为这羊 保2000万英镑 就3000多万美金 而那台湾那小S 他给自己胃做保险 说我常年做主持人 生活没规律 我得给胃做保险 你外边器官有啥毛病 还能修补 里边的内脏器官 出网就坏了 甚至这千七百怪 还有什么呢 保护自己生殖系统的 咱知道那个小生何润东 常年拍五戏 一整齐马 家里人担心 说你还没结婚呢 讲来得要孩子 家里人尊促的 为自己生殖系统投保 你看 保护自己身体各部 千七百怪 那咱们自己简单说呀 还说不太清楚 我们这个编导呢 做了一份短片 大家看一下 现在这些明星里 他对自己身体部分的投保 什么样都有 明星投保项目千七百怪 令人眼花缭乱 说起莫文卫 大家都会想起 他修长的眉腿 为了保护自己的眉腿 莫文卫可谓煞费苦心 睡觉之前 把肌肉可以放松一下 才睡觉 此外 莫文卫还在保险公司 为双腿投下了 四千万港币左右的保险 除了眉腿外 莫文卫还为自己 乌黑亮丽的长发 投下了千万保险 而各手罗志祥的投保项目 合适自己的一双电眼 他认为眼睛是他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对眼睛投保三亿台币 而且保单条款中 还写明要附赠一只导盲犬 台湾著名魔术师 刘谦的双手 可谓神鬼莫测 除了平时悉心呵护外 刘谦还为双手购买了金额 超百万人民币的巨额保险 同样 钢琴王子李云皮 也为他的双手买了份巨额保险 那你会为你的手保险吗 对对对 公司有 公司会为你保 你知道大概保多少钱吗 九位数百万 等一下再想 百千万 秦海禄的单眼皮 已成为他的一个标志 他本人似乎也格外在意这个特征 为坚持做单眼皮女生 他不喜欢费百万 投保单眼皮 在保书上 他更写下要求 保证我一直是单眼皮 荣祖儿早前因为生贷受损 一度不能唱歌 令自己和经纪公司损失惨重 事后 他便为自己的生贷 投保五千万港币 你刚才这短片 我估计看着你是眼花缭乱 没想到这明星各种花样 还真多